恒大债务危机曾令不少投资者联想到当年的雷曼事件 也有投资者联想到2008年宣布破产的通用汽车 通用汽车曾是美国史上最大的公司 连续77年稳助全球销售冠军宝座 当年由于营运现金严重短缺 债券被评级机构大幅下调评级 最终在2008年底尋求美国政府协助 并接受数百亿美元的纾困资金 不过,紧急援助金也够不回通用汽车 其后正式宣布破产 但破产后的通用汽车 在债务重整后业务重回正轨 更在2010年8月重新上市 集资用来常还美加政府的纾困贷款 至今通用汽车的发展比过往更佳 当时便曾传出有一位天才炒家 得意至银行的对冲基金经理 Bowas Weinstein采取沽空通用汽车股票 同时买入通用汽车债券的策略 只要最终通用汽车获救 债券价值仍会比股票高 便能赚大钱 Bowas Weinstein曾开发了一套所向披霉 的量化模型用于从事Cities交易 被外界誉为全球最年轻的量化交易大师之一 多次在一些大企业传出破产时 透过买债沽股股的策略 获得丰厚的利润 在今年 自然有人想到这套策略 他可应用在恒大03333之上吗 若然早已持有大量的恒大债券 又是否应增加持仓比例 同时沽空恒大股票 或许有可能令亏损大幅减少 甚至最终恒大获救的话 可能由输家变赢家 不过 星子银行 香港 财资市场部董事总经理 郑志良认为 这策略过往虽有投资者应用在一些传出破产的企业之上 但相信并不适合应用在恒大 首先恒大股票的街货量其实很少 股东持有大部分货源 借货沽空不容易 而且恒大若停牌 沽空的仓位很难处理 加上恒大最终能否获够也熟未知数 若恒大不像通用汽车 一样获得政府协助 债券及股票很可能同时变得没有价值 同时錄是不在眼泡地的 货场 这安邦 也许 奧 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